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万力35年 又再下令张国祥编印那本《族道藏》180段 这本叫做《万力族道藏》 到现在已经很明明 大家知道《道藏》 本来《道藏》是正式的 他这个是《族道藏》 当然是重要的 好了 不过你们不用管 因为我已经预备下一次派给你们有十页子 全部是由朱元璋到《明师》中 整个《明代》和《道教》的活动 就是《道教》的活动 我想说给你们 因为这些是滋咬性的东西 我们不浪费时间讲 你想看就看吧 讲他什么时候封谁 做过什么 明神中就是做过小小事 当然他封了这个 将我长续正一真不封号 还有给金印他 还有是赐他金冠玉带 并且赐朝天宫做他的府帝等等 由御书 皇帝自己写过 真人府衫送给他 还有一件事就是 将驾马都为谢公朝的女儿 是嫁给这个道人的 招过他做公主的女婿 所以就是这样 对道教来说都不薄 但是神中在在位期间 对道书的整理传播 最大的作用就是 他曾经命令印道藏480下 施写给在京和天下的明山道冠 这本书 用来广泉 印了480套 送给所有天下的道冠 即是道葬这本书 后来再到35年 又印族道葬 他对道教的宣传都是ok的 好了 跟着到他的儿子 光宗 光宗朱长洛太枪帝 卖蛋撻的那个 太枪 我不知道为什么改成太枪 我就不改这个名字 因为这个空中真是 真是认真陰功 这个是为什么呢 刚才过了48年 到儿子这个了 做了多久呢 做了一个月就死了 这个是明神中万力皇帝的大子 大子来的 太枪 太枪的名字 太枪的名字 表面上看的名字是多好 但是一个月的名字 他的武王就是公非 有趣的 太枪帝 我们说是一月天子 他死的时候很年轻 39岁就死了 这个时候万力皇帝 连他父亲都没撞 他父亲哪有一个月 这么快就撞倒 通常你知道他搞了很多东西 他死的嘛 就好像这个秦主皇的墓也是 整了几十年 直到他什么 直到秦主皇死了之后 年多之后才弄好那个墓 掉了十万人去弄的墓 都整多一年多才弄好 整了几十年 到他死了之后 年多才弄起 这个呢 他父亲的墓都没弄起 他就死了 那怎么呢 哪有空弄他的墓呢 所以这个万力皇帝的棺墓都没撞 所以太宗帝的宫殿 也不可能在短期内促成 于是乎就怎样呢 哎 随便找我先顶住 就怎样呢 你记得以前不是有过代宗呢 就是景帝 就是当英宗被土木堡之役 被人捉鬼的时候 那就是他顶住一阵的那个弟弟 但是他 因为后来他不是虐待自己的大佬 所以他大佬 后来服辟的时候 当然是不准 即是他撞 即是他的代宗而已 但是都是 即是他的 他的 景泰宁 结果 就拿了那个景泰宁 即是废了他 不准他撞 即是不当皇帝撞 结果 现在这个皇帝 一个月之后做了 结果唯有在废纸上再重建新墓给他 即是环境起好了 那个墓 随便撞起了 就是这样的 所以天啟元年 三月开始整 做了几个月 他的墓真的快手了 做了五个月 八月就整起了 撞起了 九月就入藏 叫做庆灵 这个 但是你看那个明十三年代的庆灵就是他的 庆灵有陪葬的有孝元 孝和孝淳三皇后 就是这个明光宗 因为做了一个月没什么好说的 但是你不要以为他做了一个月 他是很有趣的人 他可以说是整个明代 传奇色彩最浓口的皇帝 为什么呢 在明前有三大案件 这个是庆灵 他的灵 他的灵墓 挺漂亮的 为什么呢 他以前的祖先 那些什么 代宗的那些 那个墓 现在不 就是整了之后 后来 不让他撞 就是废的墓 在那里整了 就给他 所以他庆灵都不错 但是呢 为什么说他怪呢 这个人就是 在明代三大疑案 全部在他身上 有三大疑案 一个是挺激案 有一个是鸿犬案 有一个是宜公案 在明代三个案件 到现在都没有审讯到 这些案件都是出自他 和他有关 什么意思呢 因为神宗万力皇帝 就不喜欢这个儿子 不喜欢这个儿子 所以他一直都是岌岌可危 他还等得辛苦过英国王子 是很少 还有三十九年才轮到他做 如何做完也没有坐下 就死了 终于得了梦寐以求这个寶座 他就在他职位的第三十天清晨 刚刚三十天 那个纲要展翅公非王帝 也莫微奇妙死了 朱常乐的身世跟他父亲万历皇帝差不多 因为他父皇万历皇帝偶然临行的宫女生了他 所以他父亲也是临行的宫女生了他 他父亲临行的宫女生了他 但他父亲不及他父亲那么负责任 朱在后生了他真的很疼他的儿子 但他父亲生了他之后 不喜欢这个儿子 就觉得生了这个儿子是人生一大丑事 结果不喜欢他 这个官僚一直到39年 到他父亲真的死了 那朱常乐才有机会吐气阳眉做皇帝 所以在39年内他生活都很惨 对着他父亲不喜欢他 他整天都想废他 是吧 好了 为什么呢 这个就是问题 刚才不是说过郑贵妃 本来说万历皇帝临死想撞在一起 大臣反对终于撞不到 这个郑贵妃 这个万历皇帝重了郑贵妃 那将郑贵妃的儿子 福王朱常勋就示弱珠宝 就不喜欢这个儿子 喜欢那个儿子 还有当然郑贵妃是特重的 整天在万历皇帝吹枕头风 是吧 这个万历皇帝早就想废长立右 就是废了这个儿子 就立了他 就是这样 那么万历初初就封了郑贵妃 而反而他妈呢 就是这个皇帝的妈妈 王氏呢 就是封为公妃 那个是贵妃 这个是公妃 这些妃 在上一级就是贵妃 高级一些 那就是说 那个郑贵妃更高级 这个大儿子的妈妈 那么 当年不合估计 不过 他爸爸喜欢就没办法 还有 生了孩子就迟迟不理 很大个人不给他发学的 就是不教的 让他变成白痴算数 那后来更加是什么呢 想三皇并封 封了三个 就是削弱太子的势力 想封多几个王 想削弱这个 降低这个大儿子的 他大儿子 降低他的地位 幸好那帮大臣 你都明白了大臣 我们说过 死板板 那么 识破了这个皇帝的奸计 结果 死都不答应 结果就 不要扶了 就是想废也废不到 之后爆发了所谓 国本之争 结果那帮大臣 用命用鲜血 发生停障之类的 结果将这个 朱常乐 就 争取了这个太子的地位 他已经不生性了 一个月就死了 当了太子之后 这个朱常乐 也是很惨的 因为不断有 功内功外的斗争 一直威胁着他 甚至威胁着命 所以各方面 他又不敢动 就 就是 让都 中规中矩 所以 曼力他老头 都没有他扶 就是找不到藉口 去做低他 那当他 位 越来越稳定的时候 当他最焦急的是谁 就是万贵妃 不用说 因为万贵妃 他想给他自己的儿子做 是吧 好了 终于就 不惜孤主一宅 就发生了 历史上的第一件大案 就是停击案 停击案就是什么 有一天 中午时分 一个壮汉 他手持一个 一条木棍 冲入太子宫 准备行识 他 怎么知道 幸好 就被席班太监 捉住了 那太子朱长乐 才算是 逃过一劫 但是 捉到的是农民 一个农民 有什么可能 会入到戒备心炎的皇宫 说真的 是不是 又怎么知道 那么轻易知道 太子住哪个宫 但是带你进去 没有子男针 你出不回来 是不是 大到 怎么办 所以一定有内情 经过反复审理 案情一直牵涉 很简单 审判这些 你都知道 如果他死了 哪个最大的得力者 那一定是最大嫌疑 不用说了 那郑贵妃 去到郑贵妃 知道 华尔 但是没有人敢 进一步调查 那 这件事 就是 两个太监做了替死鬼 我没有事 说他 他这样 有人进来 为什么 你不闹开门口 是吧 总之 找个人 搞定他 就草草结案 那究竟是不是郑贵妃指示 没有定论 到现在都没有定论 所以我说明公三大二岸 其中一座停击案就是这样 无论怎样都好 万历四十八年终于 做了四十八年皇帝朱常乐 千辛万苦 登上了皇位 成了君临天下的君主 但是在职位前那十几天 他就 朱常乐俊进行一系列的 隔除弊政的改革 他竟然是发起 用自己供电去投的 即不是货家的钱 是他自己内劳的钱 去耗劳边关的仗势 虽然是灰水车山 不是很多 但是到底都是 都是万历潮很难见到 有些这样的东西 万历潮的时候完全没有 他亦都罢免了万历潮的抗税 不需要立抗的税 因为抗税当时在明代 那时代来说 对人民是搞到民不聊心 就是开抗的税 最低限度他都是撥乱反征 由于他又将那些本来是勸奸神中的大臣 有些勸皇帝 得罪皇帝被他抓人坐牢 他一上场之后全部都放了 幸好他死了几天 他都放了才死 他说等下他才做 那就慘了 那些人继续坐下去 放了官出来 恢复官职 面对万历 你记得万历年间 我们刚才说过 差不多没有人上班 那些官是吧 万历的中期后期 官员严重不足 但是他又放了出来 可以重振刚起 多一些官做事 也提拔了一批新的官吏 保证了余额 令到国家能够正常运转 一个月了虽然都做了几多事情 都OK了 谁知道就产生第二个事件了 第二个事件就是洪苑案 这个中央案是他 我都不明白为什么 皇帝一定说到这样 你看看他的样子 比我还老 其实他年轻的 一个月皇帝死了 几十岁了 三四十岁 这个样子 七八十岁 这个样子 正当百姓 想着这个皇帝很棒 做这么多好事 一个月 几十岁就做了这么多事情 谁知道他忽然说他病 什么原因 不知道 但是这个人 他都未做皇帝的时候 就好识了 职位之后 又不知出于什么原因 郑贵妃 就是她的母亲 郑贵妃就算是 对她很好的 为什么好呢 整天不断地 进贡美女给她 想你死 没事的 身体本来就不好 他当时已经是三十九岁 三十多岁 职位之初 又多事做 加上活得后宫 又不得人休息 终于就病低了 本来我病 吃几个 疲劳过度 没事的 吃几个保药搞定 是吧 可以復原的 但是当时 掌管御书房的太监 叫做崔文升 就向皇帝 进贡了一剂射药 哇 搞到他那晚 一晚射了三四十次 神都死了 或者是这样 起不了身 病情日吹恶化 本来恶化 就用太医体 在那个时候 刚刚洪怒智成 洪怒智成 那个李可卓 这个李可卓 在历史上有名 就进贡了两粒红丸给他吃 那些道士练的丹 来的 泰昌帝吃了一粒之后 哇 突然间精神了 精神了 结果吃第二粒 吃多粒 再吃完第二粒 那就暈倒了 第二日就死了 由于皇帝服用洪怨斃命 洪怨什么药呢 是不是有毒呢 春文升为何要给蛇肉去吃呢 完全没有人知道 到现在都找不到 总之在历史上 在历史上就叫洪怨案 这件事 这件事又是不了了之 又是成为 明代的第二件大案件 二案 这个泰昌帝就这样 不明不白死了 没做皇帝之前 处处小心 怕死没得做 一做了之后 结果抱陷而终 生前命运坎坷 死了之后 连他灵务都要用当年 景泰帝的废务 这个皇帝都算可惹 好了 但是还有一件事 还有一件案件还未完 就是什么呢 就是仪宫案 仪宫案又不关事了 太昌帝职位之后 到他的儿子朱犹教 即是稀宗 稀宗 和他养母的李选氏 姓李的 一个贵妃 为什么这个选氏 选氏是一个妃名 为什么他的儿子 和他有关呢 因为他的儿子是朱犹教 就是后来的稀宗 下一次说他的稀宗 就是一个斗墓佬 就是很喜欢斗墓的 稀宗 但是他的稀宗的生母 就不是这个李选氏 这个李选氏 他的生母 姓王 王财人 就是财人 就是在低级的财人 财人臨死的时候 就把这个儿子 交给李选氏 叫他帮他养 因为他母亲 他的生母很早死 那两个一起 好了 现在这个皇帝 一个月就死了 你的儿子 就只有 跟着那个养母 那又怎样 就住在乾清宗 过了一个月 泰昌帝就死了 李选氏 就整个控制了乾清宗 就跟那个太监的李俊宗 李俊宗 李俊宗就是哪个 后来叫魏忠賢 当时做皇帝 即未次的姓魏 叫做李俊宗 就两个是密谋 即是李选氏 这个贵妃 这个妃 就密谋 想挟持住 朱尤教 即是戏宗 想说自己做 我既然是什么 不如我做皇太后 可以控制 就是这样 想把持朝政 当然当时的大臣 大把人反对 这个泰昌帝 嫁崩那一天 杨廉 刘一景 这些朝政 一直直走乾清宗 要求要什么 泰昌帝 哭临 即是说去哭桑 这个杨廉很文名 大家知道 杨廉当时是忠臣 杨廉后来怎么被人害死 你也知道明朝不是有什么 杨周实日那个 史上法 他的老师是佐江豆 佐江豆被人害死 在这个监狱里头 这个杨廉死的更惨 杨廉死的 被人抓到牢后 去找一些 那些炎寶草子那些东西 是湿了水搭着他的面 这样就死了 焗死了 没有气 关我什么事 肉侧没有负 又没有伤痕 什么都没有 明白吗 用一张棉皮包住它 绑实 那就是挣扎都不会撞到伤 又用一块炎寶湿了水搭着你的面 你不死 明不明白 杨宁是这样死的 杨宁在监部强整死 说给皇帝死了 为什么死了 那时断了气 我怎么知道他怎么死 他没有受伤 没有成绩 没有厌不住 当时那些肉侧很厉害 杀人很厉害 用很多方法很厉害 像是庭杖那些 那些是世袭的工艺 很厉害 打棍 你想给多少钱 又怎么打 可以打一百棍 都不伤 都可以 你知道他们怎么练的 怎么练 就是 老豆教练的 是不是 在桌面铺些豆腐 做豆腐之后再铺纸上面 然后打下去 打烂那些豆腐 但是豆腐打到碎了 将纸完全没有裂痕 他们的力量 运用很厉害 等于斩头也是 斩头也是 斩头也是 下面放在纸上 一路斩斩的东西 下面就碎了 但将纸不破 那些刀子手原来是 所以要细杂的 练得很厉害 要你 你想怎么死 要给多少钱 怎么斩 斩头也不死 要斩头 要斩头也不死 要斩头也不死 要斩头 用刀 用得很厉害 练得很厉害 在草子上面斩下面的东西 下面有东西 草子不破 要斩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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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 肉粥是很厉害的 那些老肉粥就是专释用这些方法整补人 可以有什么虐待你都可以的 那样的方法 杨连就这样死 当时杨连这些人 后来都是被魏忠元整死的 好了 杨连就反对了 反对不让他进去 不让他做太后 你本身不是太后 你为什么住在乾清宫呢 要移工 移工 就是搬斗 叫做搬屋 那太昌帝嫁崩那天 杨连留一竟 整班就说要去 要见这个 长子朱游教 商议国事 但是那些理选事不准 即是连新皇帝都不准大官见 即是控制自己 自己作事 结果呢 整班大臣围着草原巴斐 那理选事才准朱游教和某些大臣见面 即是这个女人 好了 杨连留一竟见到朱游教之后 立刻就涌着这个朱游教离开乾清宫 去到文华殿接受 贫臣参拜 决定说 那个月的六日 六号那天 就可以举行登极大典 为了朱游教安全 因为他怕那个李选事控制他 就说不准皇帝回去 要皇帝暂时安排他在太子宫里居住 由太监王安 负责保护他 但是这个李选事当然 当日本来想挟持着朱游教 你由他控制大局 提出凡是大臣的奏章 全部要交给我过目 我看完才准交给朱游教 但是朝臣就惨了 朝臣就不理这个皇后 不理这个李选事 其实李选事不是皇后 他是选事 选事是一个很小的妃 连贵妃都不是 朝臣就说 你根本又不是皇后 又什么都不是 你没理由住在田清宫 要求这个选事搬出田清宫 住在哪里 住在慰联宫 有一个叫慰联宫 但是李选事不肯 不肯的时候 李选事死都不走 而且还要求封自己做皇帝后 封了他做皇帝后 朱游教才可以职位 那些大人当然反对 结果内功和外面的朝臣 就在这儿激化了 就是说那个矛盾激化了 但是朱游教去乾清宫的登极大典 是一一一近了 本来是遇到初六 到初五 李选事还未搬 还未想走 而且要继续住在乾清宫 那那帮大臣就全部站在乾清宫的门口 嘲笑 是要逼他搬走 好 结果呢 刚才不是有个叛毒太监 王安 直接由王安 走到乾清宫的门口 那公主呢 就仓皇离开乾清宫 就移了去仁寿宫里头的那个慰联宫那里住 结果九月六日呢 就朱游教才可以去奉天门即皇帝位 这个就是天启元年了 天启皇帝 到这个李选事当然了 当日曾做皇太后那个 当然是没有机会了 即是失败了 李选事这件移工案 就斗争未结束 过了几天移工几天之后 他住的那间慰联宫呢 是失火的 虽然是救火 奋力抢救 才能救他们两母女出来 但是呢 反对移工那些 有些官员 当然为什么李选事这么恶呢 因为朝廷分了两派 有派是赞成他搬的 那些反对移工的官员 然后赞发谣言说呢 是那些人逼他 在那里逼他什么 放火逼他啊 赫些孤为寡虎之类 就是说 这个选事是吊颈 那个女儿就头颈 就是指责这个朱由教 指责这个新皇帝 是違背孝道 就是用这个大罪名 就是说他不照顾他之类 但是当日朱由教 就直接出来呢 是和楊年這班人一起是駁斥的謠言 就是出來和大臣說 而且是怎樣你猜 下令一件事 就把損事的封號都取消了 不讓他做損事 而且是他自己去 只是接受那個王八妹 即是他的妹妹 即是他女兒 即是搶了女兒過來 妹妹過來養 就表示我不是不後心 不過是你壞 就是這樣用我的方式 他說 所以你們應該體諒我的 終於是這樣結束整件移工案 好了 你想想 即是說三次案件 都是和這個典任皇帝 一個月皇帝這個是有關 至於光宗 因為做了一個月皇帝 究竟他和道教有什麼關係 沒有關係 做了一個月中 所以光宗和道教 不過也有少少做過的事 就是他做 太昌元年就是做一個月就是那年 他一做黃帝 就派武安侯鄭為巧去自製真武 去道販拜真武大帝 就是做了一件事 去整件 整個光宗 當時來說 所以光宗對道教也沒有什麼大影響 然後就 講到他的兒子 希宗 希宗和施宗 希宗施宗 大家當然不知道是另一回事 兩個已經是明代的尾聲 當然 希宗沒有什麼特別的 因為這個是 經常關注 但是我找了圖片 是他做的那些模型 那些 厲害的 那些模型 很厲害 如果這個人真的是 如果不是皇帝 他真的是一流高手 做模型 用木做了很多東西 讓你看一下他的東西 然後司宗 大家知道他實力多東西 所以下次講的兩個皇帝 都是集中在詩中 最後那個皇帝手上 今天我們就講到這裡就算了 其實我本來就預表了 我講很多東西 就是講什麼 就是講那個 神中的葬的形式 怎麼跟天上的感應 不過我又有些知不知道的 那些風水的東西 所以我又不敢亂講 所以我們抽起了幾頁 那裡不講的 大家如果有興趣看 可以看《水龍經》 有一本是風水的書 是一個事裝 就能在不架 把水龍 然後就把水龍 也い不好了 來這邊 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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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的